明雨季节行车交通要特别小心了 台九线大幅路段十字路口 在下午就发生一起车祸事故 一辆南下轿车在行经十字路口时 和一辆左转准备进入南下车道的轿旅车给相撞了 轿旅车前半部全毁 力量轿车是抽搭凹陷 造成两车有两个人受伤 由警销人员送医急救 抵达车祸事故现场的警销人员 将第二位伤者初步减伤处置后 火速将他送上救护车送离救治 镜头回到两车相撞的现场 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白色轿旅车前半部毁损严重 停在南下路段车道上 另一辆深色轿车 车头凹陷卡在限速立排动弹不得 可见当时两车撞击力道有多大 从花莲开车准备到台东泰马里工作的 无形驾驶也说明了当时车祸发生的情形 左转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绿灯 我旁边都有车 那我们都逐步就走 然后他没有停 我还要闪他 我在内车倒 他也在内车倒 他要玩 我要闪他 然后就撞到了 那我刚刚就在照顾他 他说他胸口很痛 所以我在照顾他 而至于白色轿旅车的陈姓女驾驶 因胸部受到撞击 被警销人员送依旧之中 而赶到现场协助处理善后的家人说 从事保险业的他 才刚拜访客户准备返家 却碰上了车祸意外 令家人们游行 他有没有说他不舒服 还是什么 他说他胸痛 嗯 有说是怎么会撞到呢 不知道呢 都不晓得 我就没有问他了 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天下午两点多左右 地点在台九县大部路段这十只路口 根据警方了解 南下车与左转车辆发生相撞 造成了一男一女受伤送医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及责任归属 警方也正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